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曾經封名一時的台灣男團 Energy 在今年4月合體 五月天高雄場演唱會當嘉賓 讓粉絲們有情又喜 然而今夜根據CT1報導指出 Energy以簽約給湘辛音樂 將付出歌壇 其實今年Energy成員各自單飛後 都各自朝不同的領域發展 幾乎不見他們幾人合體 不過就在4月合體 玩五月天演唱會後 6月團長牛奶就曾在社群上問到 如果這5人是現在要新出道的歌歌團 有兩人還是爸爸的 還會有人支持嗎 讓外界都在猜測 Energy是不是在為我付出做準備 如今被爆出有可能付出的消息 對此相信音樂則表示有接觸 並沒有給予確切的答案 至於簽約細節也未透露呢 在此看見的 我們有很多的歌曲 也許會無所謂的 是在網上的音樂 所以我會參與 但我會不會搶載